我们继续诗篇的信息 还记得吗 第一堂道理传道用23篇定了一个题目 叫做人生的牧者 谁是我们人生的牧者呢 那在这篇信息当中 我们看到人生的十个步 十个步的人生 还记得那十个步吗 我们的人生是不飘泼 不飘泼 不流浪 我们的人生不贫困 人生不疲倦 人生不沉睡 还有种种种种的步 十个步 有没有 还有我们从这个信息中 也看到神的恩典 四面包围着我们 真的是四面围着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的上面 上面有膏油 我们的下面 脚下有青草 我们的前面有宴戏 那后面有什么 后面有恩慈 那旁边有什么 旁边有清水 还有呢 路上有宝负 包括手上有什么 手上有福杯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真神 这些都是我们在 第一堂道里所分享的 人生的牧者 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 所以我们真的是 丰丰富富 今天我们仍然是 二十三章 但是传道要分享 第二个题目 这第二堂的题目叫做 我必不自缺乏 第二题目是 I shall not want 一样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为什么我不自缺乏呢 要怎样才不自缺乏呢 如果真的 今日我们的人生 是劳苦 愁烦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是许多缺乏的 因为人生 有许多的苦难 有许多的缺乏 虽然我们已经 很努力地生活 虽然我们很坚强地 面对一切的不幸 但我们很多人 都深深感觉到 人生是那么样的 悉空 人生是那么样的 缺乏 今天我们靠着圣灵帮助 从诗篇二十三篇看 我必不自缺乏 这里一共有四个原因 都说明 为什么我们不自缺乏 所以我们要进入诗篇里面 去看 看了你还说你缺乏 那你就 你的信仰就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 跟诗篇所见证的信仰不一样 我们来看二十三篇第一节 为什么不自缺乏 因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来一起读来 一 二 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 所以我们不自缺乏 换句话说 如果神不是你的牧者 不是我们的牧者 那我们一定是很缺乏的 人生本来就是缺乏的 但是因为有神 做我们的牧者 所以我们不自缺乏 这个是诗篇第一节 二十三篇第一节的见证 很大的见证 大卫的一生 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苦难 他在这里说出了 他内心信仰真实的感原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这不但是他在生活上的体验 更是他信仰上的真实见证 大卫一生所受的苦难 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 他被他的兄长嫉妒 他的兄长问他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那他立了大功 救了国家 结果却被追杀 你不是害了这个国家 你是救了这个国家 他换来的不是得奖赏 换来的是被追杀 要你的命 后来他又被自己 亲生的儿子追杀 因为他儿子想要抢夺他的王位 不单只王位要抢 连他的命也要 如果你的儿子这样对你 你不痛苦吗 你赚了很多钱 有意思吗 你抢了王位 你做了王位就算吧 他的儿子不只是要王位 也要他的命 请注意 后来从一国的君王 沦落到在街头装疯卖杀 自己扮成一个疯人 为了要生存 为了要保护自己 如果是你 你受得了吗 不要说是君王 一个普通人 有时都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他是真正的流落街头 装疯卖杀 自己扮成一个杀子这样的 一个疯人这样的 你能体会出他的痛苦吗 他那种心里的痛苦吗 而且呢 他被很多他以前提拔的官员 升他们来做将军 做元帅的那些来背叛他 每一个苦难都是 极深极深的痛苦 极深的失望 但是大卫却如此 在苦难的人生中 为何还能说出 我必不自缺乏 所以他的信仰 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是有血有泪 有皮有骨的 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 讲道理讲到天国 怎么样讲怎么样 好像没皮没肉没骨的 好像不是人间烟火 都是很属灵很属灵的 没有生活的 没有生活的 不是的 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信仰是 有血有泪有皮有骨 活生生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 苦难的人生中 说出 我必不自缺乏 因为只有一个原因 唯一的原因 神是我们 神是他的牧者 那既然神是我的牧者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他在牧养我呀 他正在照顾我呀 虽然有苦难 我坚信 这只是暂时的 我坚信 这是因为神 对我的惩罚 对我的刑罚来的 那是应该的 因为我得罪神 因为我骄傲了 因为我犯罪了 因为我种种种种的罪恶 难道不应该被神管教 不应该被神惩罚吗 我相信 我坚信 这些苦难过去过后 神的怒气消失过后 我的恩典 又会回到来的 因为他知道 我是真心的悔改 所以虽然有苦难 难道神解决不了苦难吗 虽然有危险 难道神改变不了危险吗 虽然有神的审判 神的愤怒 难道神不再施恩怜悯吗 为什么我不自缺乏 因为我深深知道 神是我的牧者 好 那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不自缺乏 因为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息 人生很劳苦 如果没有安息 那是很痛苦 甚至会劳苦 所以没有地方休息 我来看二节到三节 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息 一 二 三 祂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梳洗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祂使我人生的安息 有四点 是个重点 第一 祂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让我们能够躺过 在很累的时候 很疲乏到 让我们有一个地方 可以躺过 有草地可以躺过 这是人生的平安 有草地可以躺过 这是人生的自由 自由是说 我也可以躺下 我也可以不要躺下 我想躺我就躺 我不想躺我就不躺 那多自由呀 我很累了我就躺下 我想躺就躺呀 就算我没有累 我也可以躺啊 因为我想躺啊 这个不是人生的自由吗 想躺就躺 想躺就有地方躺 有草地可以躺 这是人生的安息 这个草地是什么来的 请注意啦 这个草地原来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青草地啊 你不要搞错呀 原来这个人生的青草地啊 让我们可以躺过的青草地 就是主耶稣本身啊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青草地啊 他会在主耶稣的怀抱里 他会在主耶稣的能力里 他会在主耶稣的允许里 种种的恩典里面 那还有呢 还有教会呢 神的殿呢 也是我们的青草地啊 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在外面滚呢 在外面赚钱了 在外面在那边努力了 那我们都累了 我们安息日 第七日 我们就来到神的殿 来休息啦 还躺过在神的殿里面 有没有 平时没有那种心情去思想神 没有那种心情去听道理 没有时间去祷告 可是来到神的殿的时候 安息日 那就完全躺过在青草地 完完全全地躺过 我们在这里祷告 我们在这里唱诗 我们在这里听道理 我们甚至在这里分享道理 查考圣经 我们在这里唱诗 歌颂 在做工的日子 哪有这种时间 哪有这种心情啊 为什么我不至于确乏 因为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息 第一 这个安息地 是我有躺过在青草地 第二 他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这是人生的满足 刚才是人生的安息 现在是人生的满足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一个极度口渴的人 其实他要的 只是一杯水而已 他不是要求 要一桶饭 他也不是要求 一桶金 一桶银子 他极度的口渴 他只是要一点点 就是一杯水 甚至一些水而已 一杯水就能够 真的让他满足 觉得让他很快乐 很满足 因为这是他真正需要的 在沙漠极度 坎坷的环境里 神不是给我们 一杯水啊 而是带我们 到可安息的水边啊 你能够体会这种 在水边的满足 在水边的喜乐吗 今天我们的水太多了 所以我们感受不到 这样的恩典 感受不到这样的喜乐 跟珍惜 感受不到 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 的水盐很充足呀 没有人去珍惜水的 很少人要去珍惜水的 但是真正有一天 治水或者旱天 没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平时太浪费了 平时我们 太浪费了 太不应该了 今天你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一杯水的珍贵 因为你太丰富 太多水啊 你有没有想象过 那个财主 拉萨路的那个财主 在第一的时候 他要求什么 你有没有想象过 他在第一的时候 他象亚不乱要求什么 要求吃饭吗 要求那个钱吗 他要求什么 他要求水啊 而且不是要求一桶水啊 也不是要求一杯水啊 他要求多少 回答 要求多少 用纸头沾一点水 一滴水给他 他就满足了 他就沾水 他就够了 他在七度口课的时候 七度痛苦中的要求 一滴就好 一滴就好 他连一滴水都得不到 都拿不到 可是他对他来讲 一滴水是多珍贵啊 多么的享受啊 今天我们在这么多水当中 随意珍惜啊 随意快因为这样来快乐啊 我们浪费了神 几多宝贵的恩典 知道吗 我都说了 在沙漠干渴的环境中 神不是给我们一杯水 祂是带我们到西边河边去啊 整个河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生 不知缺乏 因为神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 这就是人生的满足 一杯水就满足了 第三 为什么 第三 神使我的灵魂梳醒 这是什么呢 这是人生的坚固 人生的爱护 当我们沉睡的时候 祂叫醒我 免得我沉睡致死 免得我进入迷惑 而掉到撒旦的陷阱里 我们的灵魂 常常会沉睡 我们的肉体 也是常常会沉睡 因为太累了 这个时候 谁叫醒我们呢 神使我的灵魂梳醒 因为祂会拆派祂的仆人 叫醒我们 好像在旧业时代 神借着先知说 我从早 依旧拆派祂的仆人 这一圈的一圈 就是要叫你的灵魂 苏醒起来 醒过了 那是在旧业 那在新业呢 难道神没有 拆派祂的仆人 教醒我们吗 难道在西夜 没有灵魂的牧者 来牧养我们的灵魂吗 还道人 从讲道到今天 从上讲台讲道到今天 不是借着讲道的时候 不断地叫醒 许多沉睡的灵魂吗 但是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你们把这些道理 生命的道理 灵魂 苏醒的道理 当成是祂在骂人 祂在攻击我们 祂在 讲没有造就的道理 这种现象 就让我们更心痛 更悲伤 就说明我们 沉睡得多么的深 你知道吗 连是爱我们的灵魂的 连叫醒我们的道理 都分辨不出 是爱我们还是害我们 是疼爱我们 还是不理我们 都分辨不出了 我讲的是真的 我们已经分辨不出 然后大家听到 是他常常在骂人 是他在骂人 就是一直这样讲 到处都这样讲 不是在教醒你吗 不是在爱你吗 这不是先知的讲道吗 这不是圣灵在对你说话吗 这不是神通过仆人 不断地在疼爱你吗 为什么你们都听不到 这些声音 听到的就是他骂人 在骂人一直骂人 不要中了魔鬼的溃习 不要给魔鬼迷惑 所以魔鬼说 是他一直在骂人 你也跟着是他 他一直在骂人 所以你就恨这个传道 你就不会再听这种道理 到最后高兴的就是魔鬼了 因为你就继续沉睡吧 因为没有人再这样叫醒你了 有一句话这样说 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我现在真的很相信这一句 他不是真的睡 如果真的睡 如果他是睡着了 是叫得醒的 真的叫得醒 可是有一种人装睡的 假假睡的 你叫到他假假睡 那叫不醒的 因为他假睡 所以今天为什么 圣灵的声音 不断地呼唤 不断地呼唤 为什么叫不醒 是不是我们在装睡 什么叫做装睡 知道吗 就是预决这个道理的叫醒 叫做装睡 好 再来 第四点是什么呢 他引导我走异路 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息 那有四个重点 第一 让我们躺在青草地上 第二 领我到可安心的水 第三 又是我的灵魂 第四 又引导我走异路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指引 指引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有太多的路的时候 反而让人家 容易迷失 而且条条大路都是去罗马的 不是去天国的 所以今天 许多人 容易走迷路了 路上是已经走迷路了 他们以为这是一条正路 其实是一条死路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迷失的时候 他引导我走正确的道路 并且是神亲自地来度导 来引导 并且是神亲自地来陪伴我们 一起走 所以主耶稣不是 差遣圣灵来指教我们吗 差遣宝贵师来保护我们吗 就是要在我们这条路上 平平安安的 文文脱脱的 走到神面前 就是不要让我们 走迷路啊 走错路 圣灵帮助我们 一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他不断地帮助我们 一生活在生命的光中 这个就是神引导我们走迷路 就是透过今日的圣灵 不断地带领我 可是我们今天 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拒绝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感动 所以圣经说 我们不断地 叫圣灵来担忧 替我们担忧 所以圣经说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非常重的重担 非常重 沉痛的心情 不断替我们祷告 可是我们却无知到 以为被圣灵充满 已经是好几年 没有来教会的信徒 或者就是 一年才来几次的信徒 他突然间来到教会 前面祷告 哇祷告 感谢主 圣灵很充满 感谢主 他圣灵还很充满 十几年没有来教会 敬拜神 圣灵怎么会充满呢 你信吗 你信吗 可是明明看到圣灵很充满 那个不是叫圣灵充满 那个是圣灵用 说不出的贪心 那种痛苦 不断地不去为祂祷告 在替祂担忧地祷告 可是我们的 感谢主 圣灵很充满 没事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没事 他又继续 好久又没有来了 我们都搞错了 把圣灵受不出的痛苦 担忧 说成是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会借助圣灵的果子 叫做圣灵充满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到这里 因为我走错路了 我不断地走世界的道路 神借助圣灵 叫我回来 用说不出的叹息 不断替我祷告 所以我们越软弱 真的要越祷告 更加要祷告 神从埃及为奴之地 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 从死亡之地 进入丰盛的流奶隐秘之地 虽然在旷野 经历了不少的苦难 但是你发现到吗 每一天都是恩典 但是你发现到吗 每一天都是神迹 这是人生需要安息的地方 在旷野非常地辛苦 可是每天有恩典 每天有神 人生需要安息的地方 但何处是安息的地方呢 在埃及法老之地 请问有安息吗 神说要让以色列人 到旷野去敬拜他 法老一听到说 要去敬拜神 法老怎么做呢 法老马上下命令 加班 不给他们材料来自砖 但是自砖的数量 不可以少 以前没有去敬拜神的时候 材料 各样的材料 都是法老供应 你只是要去做 那个砖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不给你材料做砖 你要自己去找材料 来自砖 而且自砖的数量 那个数目 不可以少 所以不是一整天 从早上做到晚上 从晚上又做到天亮 不然你怎么达到 那个数目呢 那个数量 你怎么达得到呢 所以你就不断地加班 又加班 做工又做工 又加班又在加班 不断地 天天都在加班 因为你说你要去敬拜神 你有时间敬拜神 是吗 加班 主耶稣要我们到他面前 得安息 把老王叫我们 不停地工作 不断地工作 六天 命地做工 连第七天 安息日 也要我们 不断地做工 一直叫我们 操劳 操得到精疲力尽 一直叫我们 做到死为止 就是不会给你休息的 他也不会给你的手 停止 停止的 那人生 哪里有安息 今天我们信徒的生活 也这么累 活到这么累 这么忙 到底是谁给你 这种生活的 难道主耶稣给你 这种生活吗 还是撒谈给你的 还是法老王 这个世界给你的 世界告诉我们 你要成功 你就不可以停止 你要赚更多钱 你就不可以休息 你要赚更多的钱 就不可以去敬拜神 你不可以停止你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做工 做工 赚钱 不断地做工 赚钱 赚钱 做工 赚钱 你一直到 整个身体坏掉了 到推出的时候 全身都是病 然后又用很辛苦 赚到的钱 去给医生 给医院 然后赚到的钱 也用光了 还欠满身在 结果也死掉了 因为你说 你要去敬拜神 因为你说 你安息到去 去守安息 做工 不断地叫你加班 这是原来 这是法老王 埃及法老王 他发明的 阻挡我们去敬拜 是他发明的 不要被世界的王 法老欺骗 更不要被他来控制 在他的手里 只有劳苦 没有安息的 只有被吓制 是没有自由的 后来死在埃子 然后呢 两手空空 世界也没有 天国也没有 死在埃及 你注意看 埃及最出名的是什么 知道吗 埃及最出名的 就是金字塔 金字塔就是坟墓来的 你以为是什么 原来埃及最出名 就是坟墓 所以在耶稣里面 他要受我们 人生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为什么我不知缺乏 我讲了两点 第一 因为耶稣是我的牧者 第二 因为神是我们 人生的安息 第三点 为什么不知缺乏 因为神是我们 人生的安慰 请读第四节 一二三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为什么不怕遭害呢 这有三个重点 第一 因为你与我同在 人生最大的害怕 不是死亡 也不是风暴 人生最害怕的 我们信仰最害怕的 就是被神离去 就好像主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极度痛苦中 他也没有大声的喊叫 知道神离开他的 主耶稣受不了 这种痛苦 大声的喊叫 你今天没有被神离去 所以你不知道 这种痛苦 这种害怕 当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但你是 你就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害怕 可是那种害怕 那种痛苦 是太迟了 来不及了 你看那个 才主下第一的时候 他害不害怕 你看他下第一的时候 被火烧的时候 你说他痛不痛 这是神离开他 神已经没有跟他在一起了 所以今天 人生最大的害怕 不是死亡 不是贫穷 不是风暴 不是 是神离开我 但感谢神 这里说 神给我们安慰 祂没有离开我们 祂与我同在 那第二 人生为什么得到安慰呢 因为有神的管教 你的杖安慰了 你的杖 你的杖 你的杆 安慰了 被打是杖 就是拿来打 来管教的嘛 被打是痛的呀 甚至被打的时候 我们也会生气的呀 但圣经说 当时是觉得难受 但是现在回头看 过后呢 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时这样的管教我们 如果当时神没有发怒 没有管教我 我没有今天 你也没有今天 就像我们的父母亲这样 他当时打我们 很生气的打我们 如果不是他当时 这样的来管教 我们今天 不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受了管教 感受到神的安慰 得到安慰 感谢神这样管教我 神都还没有 出手管教 只是借着讲道的人 讲一些提醒你的道理 甚至你觉得 骂你的道理 这被你的道理 你都不接受了 你都不能接受了 那神变打下来的时候 你怎么能接受呢 如果继续这样 那到结论 一定是死亡的啦 但是不是这样的 这里说 因为有神的管教 神的葬 神的管教 安慰我 打我 安慰我 那为什么 有人生的安慰呢 因为有神的提醒 你的肝 你的肝就是小枝的 细小的树枝 当羊走过黑暗 幽谷的时候 他会怕的 因为黑暗嘛 这时候 牧羊人 只需要用 那个小树枝 轻轻地动一动它 轻轻地让它知道 我在这里 羊就知道 牧人在旁边了 所以他就不害怕了 这是神提醒 有我在 不用怕 我就在你的身边 当我们的人生 经过幽谷的时候 没错 我们会担心 我们会害怕 这时候 主耶稣轻轻地 提醒我们 他说 他就在我们身边 不用害怕 如同主耶稣 常常提醒保罗 所以他在痛苦 害怕的时候 他得到很大的 安慰 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我不知缺乏呢 第四个重点 因为神 是我们人生的喜乐 神的喜乐在哪里呢 请读第五节 第五节 因为神为我摆设 你看神是多么的疼爱我 时常请我吃饭 而且不是吃一碗饭 是替我摆设 这个怨戏 怨戏是更大的 更丰富的 原来这个就是享受的人生 享受什么呢 享受神的爱 享受神为我们摆设的怨戏 享受从天上来的种种的恩惠 这叫做神为我摆设 那这样怎么还会缺乏呢 第二个原因 喜乐的第二个原因 因为神用油高我的头 我们都知道 用油高我们的头 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荣耀 最尊贵的荣耀 因为在上一篇道理 我们讲过 只有君王要被高利 还有祭司 大祭司要被高利 还有这个先知要被高利 这三个都是神 重要的功能 在神国里面 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君王地位不高吗 还要怎样 还要怎样的高哦 君王已经不是最高了吗 在管理上 不是最高了吗 在宗教上 祭司大祭司 不是最高的吗 你还要怎样的高位哦 先知不是最尊贵荣耀了吗 他是代表成了 神的代元人来的 他用油高我的头 使我尊贵 使我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 成为神的王子 神国的王子 也成为神的儿子 这是极尊贵的人生 是一圣洁的国度 那是多么的高贵跟荣耀 这是第二个喜乐的原因 第三个喜乐的原因 因为神使我的父悲满意 神让我们的人生没有缺乏 都是满满的 都是丰丰盛盛的 这叫做丰盛的人生 所以我的挂湖呢 某个题目的挂湖 就是写着 在基督里的丰盛 这就是 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所以 亚安福音书一章十四节说 主耶稣来了 是让我们得得更丰盛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十六节说 我们不单只得到了 而且是恩上加恩 这个就是 在基督里的丰盛 他使我父悲满意 也许你说 你的人生的钱财 不够人家多 不够人家丰富 但你为什么 一直看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你知道 在于世界的钱财呢 因为人给我们的丰富 比钱财 比世界更丰富的 就是天国呀 是的 在世上我们 比不过人家的 也是我们的丰富 是他们没有的 大卫的一生 几乎都在战场 当牧童的时候 他常常遇到财狼 遇到狮子 他都没有害怕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面对寄人哥利 他也没有害怕 他建立大卫国度的时候 神的国度的时候 他面对 许多长的 生死之战 他也没有怕过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 为他摆设宴行 注意 在哪里摆设宴行 在敌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宴行 意思说 是神在帮他出战 我们只需要 意备得胜 来庆祝这个胜利 就对了啦 就可以了啦 真正是神在帮我们处战 我们只需要 预备好 预备好 庆功宴 享受神的胜利 就对了 这是我们能够 喜乐的三个原因 所以我叫做 神是我们人生的喜乐 第六节 第六节 就是这篇道理的 整章的结论 也是我这篇道理的 结论 这结论是什么呢 你要做一个 聪明的抉择 来 第六节 第二三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慈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 幽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一生一世 要住在神的殿中 看到没有 直到永远 永不离开神的殿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有这样的励志吗 有告诉过自己 真正的告诉自己的内心 我永远不会离开 真耶稣教会 你现在要讲 祷告的时候要讲 真正的在神面前讲 对自己的心立志 我永远不离开神的殿 我知道很多人 没有这样立过志的 没有的 没有立志 跟你现在立志 是不一样的 那个心是不一样 那个心是非常坚定的 这种立志呢 神也在听的 天使也在看的 祂一定会帮助你 完成帮助你的心愿的 你看大卫四人都在这里立志啊 我一生一世 都住在神的殿中 不离开 他自己都这样立志 你为什么不立志呢 难道这样讲会是很羞耻的事吗 难道我这样讲就觉得我有问题吗 不是的 应该要这样讲 这个是聪明的抉择 我选择永远不离开主的殿 神给了我们极美极大的恩典 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是要决定住在神的殿中 还是要住在世界里 是决定要住在高楼大屋 还是灵愿在神的殿中来看门 这个是你决定 这是你聪明的决定 你的智慧的决定 好 我们做个结论 在今天悉空贫乏的人生里面 感谢主我必不知缺乏 为什么 因为神是我的牧者 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息 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安慰 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喜乐 有没有 人生的安慰 人生的安息 人生的安慰 人生的喜乐 神所施的这三种人生 其实就是享受的人生 也就是尊贵的人生 也叫做丰盛的人生 这么美好的人生 你还在等什么呢 你现在要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是一生一世住在世界 还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你决定 唱诗 如果你们ских语言 那你在这些信号 你这些信号 是 ο服装的 你这些信号